对于这个绿争悟空 我们其实我就想解释这么多 这个好消息 听有没有好消息 美猴王来了 我们我对这个绿争悟空可是不知道 美猴王应该清楚 美猴王赶紧开麦 大家好 这个绿争悟空 他早期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以骂别人 去攻击别人 这样的一个品牌形象 然后一直存在到今天 那我以前有去看过两三集吧 我就再也不去看 没有兴趣了 因为他讲的东西全部都不是 自己去亲力亲为去调查研究过的 不是的 他就像Persy说的 会蹭而蹭 其实你做一个媒体的话 你抓住时政的热点 抓住公众们关心的那些 正在发生的很热门的事物 说那些人和事都没有错 否则的话你怎么做节目呢 对不对 这个我不会去指责他 但是问题你怎么蹭吧 你做出来的节目 不是说你蹭谁你就能红 就会引起别人的兴趣来听你看 花出一些时间在你的 你的这些频道上面 而是你要拿出你自己真正的水平 你的思维 水平怎么样 你得出的结论是不是让人幸福 对吧 如果你都做不到这些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乱蹭别人的 要抢流量的这种很弃智的这种产品 这个就有点像农贸市场里面摆衣服摊一样 有些人他是追求去包当的商店去买有品牌的服装 像他这种我打个比喻 就是在农贸市场小菜场里面摆个地摊 他另两件衣服自己可以称金术来卖的 不是一件这样卖的 就这种劣质产品 所以我今天其实是以为是痘痘会来 所以我就早点起床 因为我看到标题上面有写 绿真悟空咋痘痘 我还以为是得讲这个事情 所以我当时就想 干嘛 图森库你们干嘛又去炒作这么一个垃圾 这种垃圾值得你们去炒作吗 值得你们去瞅一眼吗 因为平时我连瞅都不瞅一眼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因为他最近也在不断攻击我本人 所以也会多多少少引起我的一些关注 有很多群友朋友会截图 把他攻击我们东西给我看 所以我就在想说 你要是不接入这种人 不去点他的名 不去打他 不去揭露他 这种人他又往往抢占了 愚嫩的一个话语权 也就说很多人 尤其是很多国内翻墙的人 进来的人话 他们没有这种像我们在海外人 那样的条件 然后他们只能去听 他们听得见的声音 而这种声音被 话语权被抢占了之后 多多少少 他会影响到这些 很难去了解真相的人 所以你如果不去揭露他又不行 似乎 所以这个就 令我本人来讲 我是觉得比较两难的事情 比较纠结的事情 到底要不要理这种垃圾呢 对于我这种条件的人来讲 我在海外对吧 我有大量的信息 每天要看 我都看不过了 很好的节目 非常好 有些节目好到 我要反复看两遍三遍 对吧 像江峰啊 江峰漫谈啊 像那个台湾的一些正人节目 他们讲的都是用数据来讲话 他们讲到什么 他们后台的技术人员 就会把那些截图啊 那些视频全部都跟进放出来 就让你看到这个主持人讲的话 他是有根有据 有事实作为依据 用大量的事实音频视频 作为支撑他的观点的一个论据在那 你看了就会幸福 看就会很爽 你哪怕不同意他 你也会知道 你为什么不同意他 他错在哪 他是怎么错 你会知道 那像绿正悟空这样的人 你就看他从头到尾 从来都没有一个事实 放在那里来讲话的 他就像一个义语正义 就越字旁一个意思的义语 他就自说自话在那里 他脑子里面想到什么 就说什么 就有点像那个当大压压学语的一个婴儿 儿童孩子这样子 就孩子我们很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很小的baby 在压压学语的时候 很想要让大家来关注他的时候 很想表现自己的时候 他就一个人会在那里自说自话 对不对 在玩玩剧的时候 也会自说自话 自己在脑子里面练习 那绿正悟空就有点像这种孩子 他就想到哪 他就说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不用结果的 不用去在乎听众们 对他所讲的话 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这个他不去想的 他似乎就是我要说 我要说 我说出来就可以了 就这种很幼稚的 非常幼稚的一个 一个垃圾的一个平台 讲的都是一些抹黑造谣的东西 脑洞开得越大 牛吹得越神明 然后他就觉得越爽 但这些往往形成了一种 很明显的 很弱智的诽谤造谣之后 所有有智商的观众们 谁还会再去点开他的频道 去浪贴自己的时间精力 去看这种垃圾东西 没有人会去看了吗 所以这种人 其实应该是慢慢自己 从自媒体的市场里面 自己就把自己给边缘化 自己就淘汰了自己 那现在很遗憾的是 像油管这样的一个平台 也是被越来越多的人 去分这个蛋糕 越来越多的人在上面开自媒体 所以现在整个整体来讲 自媒体的素质 是在被拉低 不断拉低 而拉低 所有这些质量的人里面 工程就是 就是绿者悟空这样的人 所以这种人 你拿他没有办法 他就像一个 我们地球上永远灭不了的蟑螂一样 你怎么办 你又灭不了他们呀 他们就是在那无处不在 到处乱穿乱爬呀 你怎么办呢 你去踩他一脚吧 他跑掉未必踩得到他 那么你就算踩到了 脏了自己的鞋 你还得去洗鞋子吧 那就只能是躲避吧 但躲避的话 他老在你脚脚下穿来穿去 你也很烦 就变成 就变成这么一个现状 那所以对我们所有的观众来讲 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拉低他们 屏蔽他们 不去看他们 这样的话 如果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话 那至少我们正常的人 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就慢慢慢慢就跟这些垃圾形成了两个 分界里越来越清晰的一个两个世界 就我们正常的世界里面 慢慢慢慢就会把这种垃圾就淡了 我们根本你不提 我都想不起来 都会到这样一个地步 而他们对他们来讲 尤其他们被正常人拉黑 各离了 那他们在玩的那堆人 也就是跟他们同样素质的垃圾 垃圾跟垃圾玩 对吧 物与类聚 人与群分了 他慢慢就会分出来了 所以我就先讲这些吧 但是最后我想提醒 律政悟空 你不要以为你躲在网络 一个ID律政悟空四个字的背后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你可以幼稚 你可以愚蠢 这都是你的自由度范围之内的事情 但是超出了 你伤害你自己的这个度 去伤害到别人的时候 那么总有一天 我告诉你 恶有恶报 无事不报 实诚未到 一旦实诚到了 你都难逃 不要以为 你躲在哪个国家 或者加拿大 或者是哪里都好 人家就找不到你 一旦有人真的认真了 来追你 来抓你的时候 你躲哪去都没有用 人家可以向法庭申请 申请法庭的调查令 去推测公司 根据你的IP地址 把你查的底儿掉 然后就会把你拎出来 拎到法庭上去收拾 我等着这一天 如果你再不收拾 你总有一天 会被人拎到法庭上去收拾 我就说了 恶有恶报 不实不报 实诚未到 实诚未到 律政悟空 你想逃都逃不掉 好 我就想 我就说这些吧 谢谢 感谢美国王 美国王信息知道的多 我是想说 从郭文贵出现到 现在三年 在最初的时候 很多人都还是抱有那种 反共追求正义 想推动中国民主化运动的 这些善良的人们 所以大家整体的素质 还是比较高的 那个时候我记得 两年前吧 都还没有闹到像现在 这么不堪的这种地步 这种乱战 然后打起来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什么拳法 都是用最突破底线的 这种打法 就像现在屏幕上放的这些 用非常脏的 下三烂的 直接直攻下三路的这种 而且也没有这么一些 狗血的剧情 所谓狗血的剧情 就说明明 你就我打个比方吧 像天津大姐这样的人 我根本不认识 然后我就知道 他是蚂蚁帮里面 受到迫害出来 然后他很勇敢 天天做小视频 在那砸锅的 揭露片子的 我觉得我应该去支持他 支持他一把 让他知道 你们蚂蚁帮出来的人 也并没有受到 我们这些早期出来的人的歧视 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致 我是抱这样的心态 很主动的贴上去 去力挺他的 天天力挺 他不是一天都不落下的 他做直播 我也上去发言 就是为了挺他 对吧 但是就为了打痘痘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矛盾 就为了我挺痘痘 为痘痘讲公道话 他现在马上跟你撕破脸 然后就把我打成是特务 像这种剧情是很狗血的 再说了 像什么天道人间 Iris B 这些男道女仓的东西 对吧 他们打痘痘是为了什么 是那么个男道女仓的 狗血的剧情 所以说像现在来讲 我都很没有回过神来 你知道吗 因为以前再怎么挺锅砸锅 没有这么烂数字的 现在怎么这个社会 这个华人圈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让我有点就说 觉得干什么 我为什么一定要在 这个圈子里面 过着我每一天的生活 我的生活干干净净 很高层次 不应该让这些垃圾 进入我的生活的 所以就萌生了那种 彻底退出江湖的 这种想法 因为实在太脏了 实在太脏了 到处都是脏的 灵魂是脏的 行为是脏的 话语是脏的 没有一块是干净的 为什么 我的生活要跟这种人 去混在一起 我就有点想不明白 就变成这样的 严重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是想说 其实你们图桑坡 可以考虑 专门开一台直播 探讨话题 就说我们正常的人 追求正义的人 良善的人 无论你是胆小的 胆大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 面对这些人和事 我们应该 杀出一条什么样的血路来 就说 既能够揭露了他们 能够给予他们有力的回击 而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世界 又不会被玷污到 因为你一踩下去 就像我 我为豆豆讲几句话 我马上就变成 什么程序的小三了 我的孩子还是什么私生子 就脏了自己了 对吧 如果你不怕脏 你跳下去 你去砸他们 但问题是这些人砸得死吗 他们就像蟑螂一样 你怎么办呢 所以说这个也是 我每天在思索的 还没有想出一个 完全 完全让我觉得 行啊 我就这么做吧 还没有这么一个 很妥贴的一个 走出这个 让我困惑的 这个圈子的路 这条路还没找到 其实可以大家一起 群测群里去找一找 我们怎么样 我们正常人的 世界里面的人们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 去面对这些垃圾世界的人 面对垃圾世界的进攻 就有点像地球人 你怎么样去面对 露青地球的外星人一样 你怎么办 这个倒是 很值得大家去探讨的一个话题 好 我就先讲这些 谢谢